观望局从11月推出了暖冬旅游补助计划 提高民众的出游意愿 业者特别在淡季的业绩也因此提升了不少 不过补助都是由业者代电 加上相关单位核销作业太慢 也让业者的资金压力大增 立委刘兆豪则是要求交通部次长行文中 要加快相关的核销作业 交通部也允诺会调整为各风景区管理处收案办理 并且加派人力来解决业者资金压力的问题 为刺激国内旅游观光局推出暖冬旅游补助计划 国内旅游业者因此受惠 不过因为款项需要业者代电 也造成业者不小的压力 让业者抱怨连连 市长好市长 我想最近我们这个整个观光局的暖冬计划 有收到成效 虽然这个外面 我们每一项政策都是这样 当然有赞成有支持的 也有反对 也有酸言酸语的 但是这个是好的 对的方向的时候 这个外面虽然有些批评 那些批评的好的 我们就要参考 但是也不要太位于说 人家批评 当然我们都很清楚 要振兴台湾的观光产业 当然不是只有靠补贴 那是救急 救急或者比较特殊的状况 立委刘兆豪肯定中央推出政策的成效 但也强调不要让美意 因为作业流程上的问题 造成反效果 这个方案到目前为止 我听起来会比较受 大家要改进的地方 天款很慢的 我举例来讲 台东现在饭店业者 我知道了已经 足够还好一点的 他已经有带电 算百分之接近 签的也有 那有些民宿业者 以及各位 在淡季的营业额 搞不好 他说定不是只有五六万块 但是他现在已经带电了 将近十万块 十万块就相当于 他两个月的营业额 对于来说政府有这样的美意 但是勤款的速度 我当然公家机关在勤款 在讲道歉的时候 都会比较仔细 这个我们可以体谅 但是不算扮演到这些 不然政府你又有这种美意 然后整个程序上 我们13个风景区管理处 也当做他申报的窗口 而且给风管处这边适当的能力 除了亦然之外 还有他们正在委外找一些 劳务委托来协助 希望就是把这个效率提高 时间缩短 交通部次长允诺 调整核销的相关措施 解决资金压力的问题 记者潘俊伟台东综合报道